招花西石,小影 这是李京为libr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一切Librivox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Librivox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请参看librivox.org网站。 招花西石 作者 鲁迅 小影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境来,然而伪食不容易。 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雾杂。 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中国的做文章有诡犯,世事也仍然是螺旋。 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 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悬绕的飞机。 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遗教》。 现在是连这遗教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 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静在水中,枝叶变轻松的可爱。 看看绿叶,边边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 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有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宰在莽园上的旧式重提。 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昭花西石。 带路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武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武杂的文章。 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吧。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意义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角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 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救来的异味存留。 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荣获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做或错,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 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陛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 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1927年5月1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集,小影结束,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鲁迅散文集,招花西石,狗,猫,鼠。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丑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字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 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 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硬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骚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 万一不仅,善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善而至于得罪了富有执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 怎的不好惹呢? 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呐,狗不是愁猫的吗?" 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愁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 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 于是,而凡有原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次不错。 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见货留心着查考他们成仇的动机。 这也并非敢往学线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 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 后来,在Dunhart博士的《自然史的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 据说,是这么一回事。 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骑极了,单是缺了象。 大家一定派伙计去迎接它,粘到了当着拆时的揪的,就是狗。 我怎么找到那象呢? 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 他问。 那容易。 大众说,它是驼背的。 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供起其量来,它便招待,同行,将供着其量的猫介绍给大家道:"像在这里!" 但是大家都吃笑它了。 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智,也无不令人心爱。 独有这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院也结得没有意思。 猫的工智脊梁,并不是稀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 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 我的丑猫,是和这儿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情之变,本不必这样言。 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撸书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 他们视性认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辨话。 虫躯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 智勤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耳,不妨说是凶残的吧,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功礼,正义的棋子,是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 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 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 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 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伪心之论,则对于只能熬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延后有扭泥。 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 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惊斗,母像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吧。 然而,既精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乏意,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变一变了。 现在说起我丑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 一,他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只待自己玩宴了,这才吃下去。 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 二,他不是和狮虎同足的吗? 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 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吧,假使他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他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 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新来的理由。 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他们配合时候的熬觉,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 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杆去攻击他们。 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 我曾见大Brugellt一张铜板画Alegre de Wallace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 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Froi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张世昭先生是异作新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 以来,我们的名人明教授也颇隐隐约约,讲来应用的了。 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 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他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 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眼下冻着祸秋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 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数,多则一捆。 旧的是什么,问名,纳财。 磕头作医,去年海昌蒋士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 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 专图简易,何用礼为? 然则是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心意,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数人意。 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需我到场。 因此也可见,我的绸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 人们的各种礼事,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医,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感来抵御的。 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玩音,敬请观礼,或何地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进食的话,再一回忆,我的绸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银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缺,但Edgar Allen Poe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些害人。 日本的猫善于沉津,传说中的猫婆,那识人的惨酷,却是更可怕。 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心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 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 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饭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的桌旁,给我猜谜,讲古事。 忽然,桂树上沙沙的,又直找的爬骚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吗? 猫是老虎的先生。 他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傅。 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铺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 这些交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角色了。 他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 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他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交给它上树。 这是侥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幸极,否则从柜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 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 夜色更加黯然,柜夜瑟瑟地作响,微风也吹动了,想来草席定已微凉,躺着也不至于烦地翻来覆去了。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悬昂。 猫是刺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 祖母他们虽然常恨鼠子们裂破了香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 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绝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 这里小鼠,大地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银鼠,与专注在大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 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坠,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 别的一张老鼠成青,却可爱,子新郎,新妇,已执兵相,兵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向煞夺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银鼠。 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新郊的广告看,不胜留心。 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青的仪式,却极其神亡,即使向海昌讲世次的连拜三页,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 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他们的遗仗,从床下出来的夜。 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山子的银鼠,在地面游行,不像正在伴着喜事。 直到我熬不住了,泱泱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 也许鼠族的婚姨,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赫里,随时针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吧。 我想,这是他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 春后,你听到它,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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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着,大家称为老鼠鼠铜钱的,便知道它的可怕的屠博已经光临了。 这声音是表现绝望的惊恐的,虽然遇见猫,还不至于这样叫,猫自然也可怕。 但老鼠只要窜进一个小洞去,它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机会还很多。 独有那可怕的屠博,蛇,身体是细长的,圆镜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它也能到,追逐的时间也格外长,而且万难性命。 当鼠钱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没有第二步办法的了。 有一回,我就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鼠钱的声音。 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银鼠,口角流血,但两肋还是一起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子里。 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了缘,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远腿而上,一直爬到膝怀。 给放在饭桌上,便捡吃些菜渣,甜甜碗盐。 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燕台,便舔吃了盐着的墨汁。 这使我非常惊喜了。 我听父亲说过的,中国有一种墨喉,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发亮的。 他睡在笔筒里,一听到磨墨,便跳出来,等着,等到人写完字,套上笔,就舔进了宴上的鱼墨,仍旧跳进笔筒里去了。 我就极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墨喉,可是得不到。 我哪里有,哪里买的呢? 谁也不知道。 为情聊甚无,这银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喉了吧。 虽然他舔吃墨汁,并不一定肯等到我写完字。 现在已经记不分明,这样的大约有一两个月。 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所谓若有所失。 我的银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 而这一日,却大半天没有见,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他走出来。 平时是一定出现的。 我再等着,再等他一半天,然而仍然没有见。 长妈妈,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吧,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 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 她说,"银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骑手,逐渐推广。 至于凡所遇见的猪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时击中他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他垂头丧气。 这作战继续得颇长久,此后似乎猫都不来敬我了。 但对于他们纵使怎样战胜,大约也算不得一个英雄。 况且中国毕生和猫打仗的人也未必多,所以一切掏掠、战机还是全部省略了吧。 但许多天之后,也许是已经经过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那银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它圆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它一脚踏死了。 这却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合。 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系加心弦,使出更辣的辣手。 丑猫的话病,也从此传扬开来。 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 躺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绝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 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 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托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食之久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 假如我出于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伤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 所以,木下的办法,是凡与猫们捣乱,至于有人讨厌时,我便站出去,在门口大声斥曰:"噓,滚!" 小小平静,急回书房,这样就长保着欲无保家的资格。 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 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台。 我想,如果能将这方法推广应用,我大概也总渴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吧。 但线下也还未决心实践,正在研究,而且推敲。 1926年2月21日 狗、猫、鼠,结束。此次录音由李金提供。 鲁迅散文集《朝花西时》 《阿长与山海经》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 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 只有祖母叫她阿长。 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某死我那营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姑娘的。 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 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 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 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被莉莉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唐氏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 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茶茶,向人们低声叙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 我的家里亦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茶茶有些关系。 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 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 久睡在一脚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 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伤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吧,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吧。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 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隙。 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壁钵还搁在我的颈子上。 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 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自然要数除夕了。 辞碎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前,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笑,便可以随意使用。 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谷、刀枪、泥仁、唐菩萨。 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扶菊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 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 记得吗? 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 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扶菊。 她又拿起了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 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 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 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黄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地咬着我的肩。 我忽然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 她于是十分欢喜似地笑讲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 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然记得,这就是所谓扶菊,元旦劈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 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 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 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 此外,现在大理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 总之,都是些繁琐之之,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 她常常对我讲长矛。 她只所谓长矛者,不但红袖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去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 她说的长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 她说,先前长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主饭老妈子看家。 后来长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 据说对长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 长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吧。 将一个圆圆的东西制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 煮饭老妈子从此就害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哎呀,恨死我了,恨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 但他大概也急决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矛也要卤的,卤去做小长矛。 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卤。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 我以为他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井子上还有许多痔疮吧。 哪里的话啊? 他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 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经意,我一向只以为他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他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 从此对于他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他谋害了我的引鼠之后。 那时就极严重的急问,而且当面叫他阿长。 我想,我又不争作小长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拒弹他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引鼠,给他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 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樱花。 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 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足而聚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 智义和诗铁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还有很多名目很深的书籍。 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伸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凉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 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 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吧,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向来没有和他说过的,我知道他并非学者,说了也无意,但既然来问,也就对他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吧,我还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他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花儿的三横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怂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十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瘦,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哪儿。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他却能够做成功,他却有伟大的审理。 谋害影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不刻印的,都十分粗着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 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却是人面的瘦,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地浆,没有头,而以乳为木,以其为口,还要直干七而五的行天。 此后,我就更齐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十印的尔雅英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典诗斋从画,和诗画坊。 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十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 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好一行书,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诗料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及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 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季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霜。 人厚黑暗的地母啊,远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三月十日 阿长与山海经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散文集 招花西石 二十四孝图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化,防害白化者。 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着罪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绝不改毁。 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化,防害白化者。 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 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了了,可是一般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恶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 北京现在常用麻胡子这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阳帝开河,争死小儿的麻书谋。 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书谋乃是胡人了。 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的痴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敬他的一生。 防害白化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只要对于白化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这些话,绅士们自然难免要掩住耳朵的,因为就是所谓,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而且文士们一定也要骂,以为大备于文革,以及大损于人革,岂不是颜哲兴生也吗? 文和人当然是相关的,虽然人间是本来千奇百怪,教授中也有不尊敬作者的人格,而不能不说他的小说好的特别种族。 但这些我都不管,因为我幸而还没有爬上象牙之塔去,朕无需怎样小心。 倘若无意中,竟已撞上了,那就即刻跌下来吧。 然而在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未到地之前,还要说一遍。 只要对于白化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细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 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勇士的少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 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熟失,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静止。 何斥? 善而至于打手心。 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页,看那提着文心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心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 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在叔叔之外,禁令可比较地宽了。 但这是说自己的事,个人大概不一样,我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的月看的,是文昌帝君英智文图说和玉力超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山伐恶的故事。 雷公店母站在云中,牛头马面布满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呕叉,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 这所报的,也并非挨字之愿,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宫里坐载,请酒下跪,全都无宫,简直是无法可想。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 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 阴间,躺要稳妥,是送阳不得的,尤其是常常耗弄笔墨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 前车可见,听说,阿尔治·巴陀夫,曾答一个少女的质问说,唯有在人生的事实这本身中寻出欢喜者,可以活下去。 倘若在那里什么也不见,他们其实倒不如此。 于是乎,有一个叫做密哈罗夫的,即兴吵骂他道,所以我完全诚实地劝你自杀来祸福你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第一是合于逻辑,第二是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至于背驰。 其实,这论法就是谋杀,他就这样的在他的人生中寻出欢喜来。 二只巴陀夫只发了一大痛牢骚,没有自杀。 密哈罗夫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这一个欢喜失掉了,或者另外又寻到了什么了吧? 诚然,这些时候,勇敢是安稳的,情热是毫无危险的。 然而,对于阴间,我终于已经颂扬过了,无法追改。 虽有言行不符之嫌,但却没有受过阎王或小鬼的半文津贴,则差可以自解。 总而言之,还是仍然写下去吧。 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 我所收得的最先的图画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 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尚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 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 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 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 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 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吗? 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还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时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 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鉴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聪明,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的吃饭罢了。 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紫鹿赋米,黄香山枕之类。 鹿鸡怀局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 鲁迅先生坐宾客而怀疾呼,我便贵答云,乌母姓之所爱,欲归以为母。 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坐稳了,也非常省事。 哭逐生损,就可以,怕我的京城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 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到卧冰求礼,可就有性命之余了。 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盐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啦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 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 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来于青和郭聚埋儿两件事。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的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啊? 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却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谷,盖集桃也。 朱喜曰,桃,小谷,两旁有耳,持其病而摇之,则旁耳还字迹,咕咚咕咚地响起来。 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来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只拐杖。 现在这模样,简直是庄扬,侮辱了孩子。 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页,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时的二十四孝徒,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环所画的本子。 许老来子是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细于青测,又常取水上堂,乍跌扑地,做婴儿提,以于轻易。 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炸跌。 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炸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里的,都知道的。 然而在教股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诗绝受孝子转云,老来子,常依斑斓之衣,为亲取瘾,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将仆为婴儿提。 太平预览,四百十三瘾,教之经说,似烧尽于人情。 不知怎的,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炸起来,心里才舒服。 瞪不到,弃子就直,想来也不过弃而异异,昏网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 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轮迹,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老来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痞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锅具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 他被抱在他母亲的毕驳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 说明云,汉郭聚家平,有子三岁,母常减食于之,据魏妻曰,贫乏不能供母,自幽分母之时,何埋此子。 但是刘相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聚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地,孩子是财生的,并没有到三岁。 杰末又大略相向了,即掘坑二尺,得黄金一斧,上云,天赐锅具,官不得取,名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着孩子捏一把汗,带到掘出黄金一斧,这才觉得轻松。 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 祖母又老了,堂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锅具,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吗? 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幅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 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现在想起来,实在很觉得傻气,这是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老玩意,本来谁也不实行。 整次轮迹的文殿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赴米。 何况现在早长大了,看过几部古书,买过几本新书,什么太平预览嘞,古孝子传嘞,人口问题嘞,节制生育嘞,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界嘞,可以抵抗被埋的理由多得很。 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彼时我尾时有点害怕。 绝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他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后来这印象日渐期待了,但总有一些流疑,一直到他去世。 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吧。 五月十日 二十四孝图结束,此次录音由礼金提供。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食,武昌会,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银神赛会的时候了。 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得极其寥寥。 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 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 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花一文钱买下的。 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只竹签和两三只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做吹嘟嘟的,嘀嘀地吹它两三天。 现在,看看陶安孟义,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名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 因为岛屿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办些海鬼。 那时却还要办故事,而且实在奇拔的可观。 他既办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稍长大汉,寻头驼,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娇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然,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 大所城中,寻,寻则之锅,寻村,寻山屁,寻林府周县,用重驾聘职,得三十六人,梁山博好汉,各个合伙,振振振振振,人马称,女足而行。 这样的白苗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 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名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谭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辱们是不许看的。 读书人,即所谓世子,也大力不肯敢去看。 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 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剧家所贵重的演学。 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教肾的赛会。 开手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唐豹。 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杆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汉流夹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 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杆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置于鼻尖。 其次是所谓高鞘,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那中也有孩子。 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语文歧视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 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吧。 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半犯人的心愿的呢? 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武昌会去了。 这是我儿时所喊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 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之意所寄,侍女守洁,死后成神,却串去别人的丈夫的。 现在神座上却诉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属于礼教有房。 其一便是武昌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骑批的人说,这就是武通神。 然而也并无确据。 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座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座,远不及北京戏园里借现这景言。 其实呢,这也是属于礼教有房的,但他们既然是武昌,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驳在河部头,船椅,饭菜,茶锤,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 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 忽然,工人的脸色很紧肃了,我知道有些嬉窍,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 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盟时候所读的剑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 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简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实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 他使我同坐在唐中央的桌子前,叫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吧。 他说, 给我读书,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 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月有盘古,生于太荒,守出玉室,召开魂芒。 就是这样的书。 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 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起忘却在里面了。 记得那时听人说,读剑略,比读签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 月字盘古,就是月字盘古。 读下去,记住它,月字盘古啊! 生于太荒啊!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竞速了。 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晴朗。 母亲,工人,长妈妈,家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书,而且背出来。 在摆镜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积极送毒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急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备僵下去,梦似的就备完了。 不错,去吧! 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部走去。 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典型,以及到了东关的武昌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见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时。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可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五月二十五日 武昌会结束 此次录音由礼金提供 鲁迅散文集 朝花夕时 无常 此次LibriVox录音有公众所有 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倒不如说是执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吧,就如城隍和东越大帝之类。 那么,他的鲁布中间就另有一群特别的角色——鬼族、鬼王,还有活无常。 这些鬼物们,大概都是由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 鬼族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上面又画些鱼鳞。 也许是龙铃或别的什么铃吧,我不大清楚。 鬼族拿着钢叉,叉环震得朗朗的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据传说,鬼王是只用一只脚走路的。 但他究竟是乡下人,虽然脸上已经画上些鱼鳞或者别的什么铃,却仍然只得用了两只脚走路。 所以看客对于他们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除了念佛老玉和他的孙子们为面面圆道起见,也照例给他们一个不胜禀迎待命之至的一节。 至于我们,我相信我和许多人,所最愿意看的却在活无常。 他不但活泼而诙谐,但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改。 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 人名之于鬼物,唯独与他最为念书,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 譬如城隍庙或冬月庙中,大殿后面就有一间暗室,叫做鹰丝间,在才可变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种鬼——吊丝鬼、爹丝鬼、虎伤鬼、磕肠鬼。 而一进门口所看见的长而白的东西,就是他。 我虽然也曾瞻仰过一回这鹰丝间,但那时胆子小,没有看明白。 听说他一手还拿着铁锁,因为他是勾设生魂的使者。 相传樊江冬月庙的鹰丝间的构造,本来是极其特别的。 门口是一块火板,人一进门,踏着火板的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扑过来,铁锁正套在你脖子上。 后来吓死了一个人,定时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时候,这就已不能动。 唐使要看个分明,那么玉利超传上就画着他的像。 不过玉利超传也有反简不同的本子的,唐使反本就一定有。 身上穿的是斩崔胸服,腰间竖的是草绳,脚穿草鞋,像挂指定,手上是破芭蕉扇,铁锁,算盘。 肩膀是怂起的,头发却劈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个靶子。 头上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按比例一算,该有二次来高吧。 在正面,就是姨老姨少们所戴瓜皮小帽的这一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只写这四个字道,一见有喜。 有一种本子上却写的是,你也来了。 这四个字,是有时也建于包工店的辨额上的。 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写,他自己还是阎罗王,我可没有研究出。 玉力超传上还有一种和活无常相对的鬼物,装束也相仿,叫做死有份。 这在阴神时候也有的,但名称却恶作死无常了。 黑脸,黑衣,谁也不爱看。 在阴丝间里也有的,胸口靠着墙壁,阴森森地站着。 那才真真是碰壁。 凡有进去烧香的人们,必须磨一磨他的脊梁,据说可以摆脱了晦气。 我小时也曾磨过这脊梁来,然而晦气似乎终于没有脱。 也许那是布膜现在的晦气还要重吧,这一节也还是没有研究出。 我也没有研究过小城佛教的经典,但据耳识之谈,则在印度的佛经里,燕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狱里做主任。 至于勾涉生魂的使者的,这无常先生,却似乎鱼骨无针,而所细闻的只有什么人生无常之类的话。 大概这意思传到中国之后,人们便将它具体化了,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创作。 然而人们一见它,为什么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呢? 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鼻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 我的故乡,在汉墨虽曾经于仲祥先生于阳过,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后来到底免不了产生所谓绍兴师爷,不过也并非男女老小全是绍兴师爷,别的下等人也不少。 这些下等人,要他们发什么?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莫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莫无际的浮沙。 前面是遥遥茫茫,阴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那样热荤色的庙宇,是办不到的。 可是在无意中,看得住这阴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 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 但这自然是专就我的故乡而言,若是模范县里的人民,那当然又作别论。 他们,比同乡下等人,得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饥酒的经验,直到阳间围池公里的只有一个会。 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身亡。 人是大地自以为闲些冤意的,活得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于明,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 但想到生的苦去,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 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实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 然而虽说是下等人,也何尝没有反省? 自己做了仪式人,又怎么样呢? 未曾跳到半天空吗? 没有放冷箭吗? 无常的手里就拿着大蒜盘,你摆进臭架子也无意。 对付别人要滴水不馋的宫里,对自己总还不如虽在阴丝里,也还能够寻到一点私情。 然而那又究竟是阴间? 阎罗天子,牛手阿庞,还有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马面,都是并不兼差真正主持宫里的角色。 虽然他们并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什么大文章,但还未做鬼之前,有时掀不起心的人们,遥想着将来,就又不能不想在整块的宫里中,来寻一点情面的墨穴。 这时候,我们的活无常先生便见得可亲爱了。 力中取大,亥中取小,我们的骨折,莫迪先生为之小取云。 在庙里迷速的,在书上墨印的模样上,是看不出他那可爱来的,最好是去看戏。 但看普通的戏也不行,必须看大戏或者牧连戏。 牧连戏的热闹,张黛在陶安梦艺中也曾夸张过,说是要连延两三天。 在我幼小时候可已经不然了,也如大戏一样,始于黄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结。 这都是静神阳灾的演句,全本里一定有一个恶人,次日的将近天明便是这恶人的收场的时候。 恶贯满盈,阎王出票来勾设了。 于是这活得活无常,便在戏台上出现。 我还记得自己坐在这一种戏台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心情和普通是两样的,平常欲越深越懒散,这时却欲起劲。 他所戴的纸糊的高帽子,本来是挂在台脚上的,这时欲先拿进去了。 一种特别乐器,也准备使劲地吹。 这乐器好像喇叭,细而长,可有七八尺,大约是鬼物所爱听的吧,和鬼无关的时候就不用。 吹起来,嘎嘟嘎嘎嘟嘟嘟嘟嘟的响,所以我们叫他木连虾头。 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陌路的凝望中,他出来了。 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锁,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蟒汉。 粉面珠唇,眉黑如漆,醋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 但他一出台就需打一百零八个T,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P,这才自述他的履历。 可惜我记不清楚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大王出了牌票,叫我去拿隔壁的赖子。 问了起来呢,原来是我唐房的阿侄。 生的是什么病? 伤寒还带略迹。 看的是什么郎中? 下方朝的陈念义拉儿子。 开的是怎样的药方? 腹子,肉桂,外加牛膝。 第一肩吃下去,冷汗发出,第二肩吃下去,两脚笔直。 我到NGA ASO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半克,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就将我捆打四十。 这叙述里的子子都独作入生。 陈念义是月仲的名医。 于仲华曾将他写入荡寇制里,拟为神仙。 可是一到他的令郎,似乎便不大高明了。 拉着敌眼,儿读入你倒是古音吧。 恩嘎者,我的或我们的之意也。 他口里的阎罗天子,仿佛也不大高明,竟会误解他的人格。 不! 鬼格! 但连还阳半克都知道,究竟还不是其聪明正直之位神。 不过这惩罚,却给了我们的活无常,以不可磨灭的冤苦的印象。 一提起,就使他更加促进双眉,捏定破芭蕉扇,脸向着地,鸭子浮水似的跳舞起来。 哈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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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猪猪猪猪猪猪。 木连瞎头,也冤苦不堪似地吹着,她因此决定了。 男者凤凤処,哪怕你同强铁臂,哪怕你皇亲国旗。 男者惊也! 这个倦得了之意,此知觉也。 虽有弃心,不愿飘瓦,他现在毫不留情了,然而这是受了阎罗老子的独责之故,不得已也。 一切鬼众中,就是他有点人情。 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只有他可以比较的相亲近。 迎神时候的无常,可和眼具上的又有些不同了。 他只有动作,没有言语,跟定了一个捧着一盘饭菜的小丑似的角色走,他要去吃,他却不给他。 另外还加添了两名角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谓老婆儿女。 凡下的人,都有一种通病,常喜欢以己之所欲,失之于人,虽是对于鬼,也不肯给他估计。 凡有鬼神,大概总要给他们一对一对地配起来。 无常也不再例外。 所以,一个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妇养,大家都称他无常嫂。 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 一个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虽然小,两肩却已经怂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 这分明是无常少爷了,大家却叫他阿灵,对于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来,仿佛是无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 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无常有这么像? 嘘,鬼神之事难言之意,只得姑且置之佛论。 至于无常何以没有亲儿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释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就要旁敲侧击地断成他,拿颅布,所以不但研究,还早已实行了劫狱了。 这捧着饭菜的一幕,就是宋无常,因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间凡有一个人死掉之后,就得用酒饭供送他。 至于不给他吃,那是赛会时候的开玩笑,实际上并不然。 但是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挨发议论,有人情。 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有人说,他是生人走音,就是原是人,梦中却入名去当差的,所以很有些人情。 我还记得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小屋子里的一个男人,便自称是走无常,门外常常燃着香烛。 但我看他脸上的鬼气反而多。 莫非入名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吗? 噓,鬼神之事难言之意,这也值得姑且置之佛论了。 六月二十三日 无常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散文集 朝花夕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此次LibriVox录音有公众所有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 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 其中似乎雀作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旗,光滑的石井兰,高大的造甲树,紫红的桑圣,也不必说明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浮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 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武功,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他的脊量,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翘喷出一阵烟雾。 河手屋藤和木连藤缠落着,木连有莲房一般的果实,河手屋有臃肿的根。 有人说,河手屋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沉鲜。 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 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扎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圣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链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工,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她一笑,隐去了。 她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谭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她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 这是人手蛇身的怪物,能换人名,躺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 她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她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握。 她虽然照样伴,却总是睡不着。 当然睡不着的。 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 她正抖着一团时,却听得霍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那金光也就飞回来,脸在盒子里。 后来呢? 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非武功。 她能吸蛇的脑随,美女蛇就被她致死了。 杰末的教训是,所以,唐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她。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 夏夜成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和老和尚那样的非武功。 走到白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 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 但也没有遇见过赤恋蛇和美女蛇。 叫我名字的陌生生影,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白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 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素雪罗汉需要人们见赏,这是荒原,人既罕至,所以不相信,只好来补鸟。 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以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织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皮股,棒上几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 看鸟雀下来竹石,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 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夹的章飞鸟,性子很糟,养不过夜的。 这是润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 润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插带里,轿着撞着的。 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兴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叔叔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成为最严厉的叔叔。 也许是因为拔河手屋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得渐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 都无从知道。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原了。 阿弟,我的蟋蟀们,阿弟,我的覆盆子们和牧连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位书屋。 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浮在古树下。 没有孔子排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 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 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灾,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 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 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灾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 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涩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冤博的硕如,绝不至于不知道。 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 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五席字,晚上对课。 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 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取,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位书后面也有一个圆,虽然小,但是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退。 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悄悄地没有声音。 然而同事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 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 他有一条戒指,但是不常用,也有乏规的规矩,但也不常用。 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 有念,人远呼哉我欲人似人质疑的,有念,笑人耻缺曰,狗斗大开的,有念,尚久乾隆勿用的,有念,绝土下上,尚错绝供,包毛菊幼的。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只会倚躺一座街金呢,金婆罗颠倒淋漓,千辈畏罪和。 我一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扬起,摇着,向后面凹过去,凹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壶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 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锦穿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次时候的引写一样。 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 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扣制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铜窗了。 他的父亲是开锡博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 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 九月十八日 从百草园到三卫书屋,结束。 此次录音由礼经提供。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时,父亲的病。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大约十多年前吧,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她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脚,特拔十元,生业加倍,出城又加倍。 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疾病,来请她了。 因为她其实已经扩得不耐烦,便费一百元不去。 他们只得都医她。 但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 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 她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成瘾,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 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 她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卖。 于是点点头道, 嗯,这病我明白了。 匆匆荣荣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评票付阴阳一百元正,下面是署名,化鸭。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清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吧。 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 于是另开了一张方,评票付阴阳二百元正,下面人是署名。 画鸭,画鸭。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着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 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扩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经却已经是一元四角。 现在的都市上,诊经一次十元并不算齐,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 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语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 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饮的难得。 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厂。 先买药,再寻药饮。 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煎,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炉根,需到河边去绝。 一道金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 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够求不到的。 据语论说,神庙就在这地方。 先前有一个病人,摆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氏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饮,五桐叶。 纸一服,便豁然而育了。 医者,义叶,其实是秋天,而五桐先知秋气,其先摆药不投,竟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 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 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样有两年,渐渐的熟食,几乎是朋友了。 父亲的水肿是着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 我对于金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渐渐试了信仰,采办药饮,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踴跃了。 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 这里还有一位陈连和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见他来看一看。 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 近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 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笑咽,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见一个伸手自带,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 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 本城的明依,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连和了。 明天就请陈连和。 陈连和的枕筋也是一员四角,但前回的明依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 还有用药也不同。 前回的明依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贴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经有一种特别的完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卢根和金双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 旁柱小字道,药原配,即本在一棵中者。 似乎昆虫也要真结,续弦或再瞧,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但这差事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食堆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献一副,活活地置入沸汤中完食。 然而还有平地木石珠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 林墨才记起了那远房的书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紫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佛大。 踏破铁鞋无蜜柱,得来全部费功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弯药,败骨皮丸。 这败骨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骨皮做成,水肿一鸣骨杖,一用打破的骨皮,自然就可以克服它。 清朝的刚义,因为赞恨羊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服鬼的意思。 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无礼。 但这却不像平地墓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连和先生开放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连和先生说,点在蛇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 因为蛇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回,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 有一回陈连和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签。 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 自然。 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回,摇摇头。 凡裹手,都能够起死回身的。 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匾额。 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 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 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齐薄的狄派门徒包办。 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蛇乃心之灵鸟。 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签来。 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骨皮丸,有什么用呢? 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 还请一回陈联合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 他忍旧泰然地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骨皮丸不用,药影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削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联合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教父的快教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嘞。 中西的思想却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获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 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但这先生自然是蜥蜴。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 我有时静置于电光一闪,似的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了吧。 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眼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她换衣服,又将纸钉和一种什么高王金烧成灰,用纸包了给她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眼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她听不见了,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她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啊,不。 她嘀嘀地说,又叫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 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没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挫处。 十月七日 父亲的病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鲁迅散文集 昭花西石 索记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眼太太现在是早已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轻,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 他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绝不去告诉个人的父母。 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他家里,或他家的私径玩。 举一个例说吧,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 有一回给省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 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 我们推论过手,认定是省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肚子疼。 眼太太却绝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得多!"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 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 我走进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 正迟一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 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 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悬得多。 她就从旁记着树,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选一个,八十三。 好,八十四。 但正在悬着的阿翔,忽然跌倒了,阿翔的神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吗? 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炫,不要炫。 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 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吧,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 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利凿和一通骂。 眼太太却绝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插得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斑狠。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他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眼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 我其实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 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吗?" 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 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地里,脚脚落落去寻具,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扬,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 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 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留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 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吊在冷水里。 留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 倘时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留言家的狐狸尾巴来。 但那时太年轻,一遇留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好,那么,走吧。 但是,哪里去呢? S成人的脸早今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 总得寻别类人们去,去寻为S成人所诟病的人们。 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了不久的学校,叫做中西学堂。 汉文之外,又教些阳文和算学。 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地了。 熟读圣贤书的秀萨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笑他。 这名文遍及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 我只记得那奇奖的开头是:"徐子已告姨子曰,武文用下便移者,未文便于移者也。 今也不然,九舌之音,文其声皆雅言也。 此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 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 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无需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 第一个进去的学校,墓下不知道称为什么了,光复以后,似乎有一事称为雷电学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极镇、混元镇一类的名目。 总之,一进一缝门,便可以看见他那二十丈高的桂杆和不知多高的烟筒。 功课也简单。 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 It is a cat. Is it a rat? 一整天是读汉文。 君子曰,英考书可谓纯效以以,爱其母,是其庄公。 一整天是作汉文。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英考书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的菜根则百事可作论。 出进去,当然只能坐三半身,卧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两块。 头二班学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块。 不但上讲堂时夹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绝非只有一本普赖妈和四本左传的三班生所感证实。 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腕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般地在后面总不能走出它之前。 这一种螃蟹式的民工巨青,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 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堂椅上,发现了这姿势。 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可爱的是桂杆,但并非如东陵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 乃是因为它高,乌雀,喜雀,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人如果爬到顶,便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 但究竟是否真可以跳得那么远,我现在可伟是有点记不清楚了。 而且不危险,下面张着网,即使跌下来,也不过如一条小鱼落在网子里。 况且自从张网以后,听说也还没有人曾经跌下来。 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 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 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官地庙。 庙旁是一座逢化自止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靖西自止。 只可惜,那两个烟死鬼试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官圣帝君镇压着。 半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艳口。 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披露帽,捏绝,念咒。 回字罗,普米耶摩,安耶摩,安耶摩。 我的前辈同学被官圣帝君镇压了一整年,就只在这时候得到一点好处。 虽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样的好处,所以当这些时,我每每想,做学生总得自己小心些。 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 乌烟瘴气,数几乎其渴也,只得走开。 近来是单是走开也就不容易,证人君子者流,会说你骂人骂到聘书,或者是发明示脾气,给你几句正经的俏皮话。 不过那时还不打紧,学生所得的津贴,第一年不过二两银子,最初三个月的试习期内是零用五百文。 于是毫无问题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 试验并不难,录取的。 这回不是It is a cat 了,是Dermann,De wipe,Daskind。 汉文仍旧是因考书可谓纯效也已,但外加小学极注。 论文题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论,是先前没有做过的。 此外还有所谓格制、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 但是还得声明,后两项就是现在之所谓地质学和矿物学,并非讲雨地和中顶碑板的。 只是画铁轨横断面图却有些麻烦,平行线尤其讨厌。 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十五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得很不同。 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啊?"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眼论》。 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实印了一后本,价五百文振。 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手便道:"贺续离独处一世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也,坎外诸镜,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其唯有天造草媚。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贺续离坐在书房里那么响,而且响得那么新鲜。 一口气读下去,《物尽天泽》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格也出来了。 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月报处,《食物报》不带言,还有一学汇编。 那书面上的张连青一流的四个字,就拦得很可爱。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 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 接来看时,臣许应奎贵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垮饼、花生米、辣椒,看天眼论。 但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平安的时期,那是第二年,听说学校就要裁撤了。 这也无怪,这学堂的设立,原是因为两江总读,大约是刘坤一吧,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所以开手的。 待到开学时,煤矿那面却已将原先的祭师辞退,换了一个不胜了然的人了。 理由是,一,先前的祭师薪水太贵,二,他们觉得开煤矿并不难。 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绝煤,绝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账。 既然开矿无力,矿路学堂自然也就无须互开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并不裁撤。 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 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 爬了几次尾,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冰,听了几点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绝出金、银、铜、铁、锡来吗? 实在连自己也忙无把握,没有做公欲善骑士必先利其弃论的那么容易。 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 学问是,上穷必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 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 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 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 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知道些情形。 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 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四个人都说遵命,别人不知其想,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的银员,还带了十双中国袜。 白袜。 后来呢? 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 一元的银员,日本早已废纸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员和纸票。 十月八日 索记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晶提供。 鲁迅散文集 朝花夕时 藤野先生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浪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飞红的青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斑,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见,宛如小姑娘的发际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志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躺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正天,建议满房烟尘抖乱,问问精通实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到《日墓》里。 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墓,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移民朱顺水先生克辞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记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垫头,尊为椒菜。 福建也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吸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求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 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求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 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玉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古学。 其实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现状的,还有翻课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校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顾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节。 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很战战的。 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一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节。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是助手来叫我了。 到了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 他其实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 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狠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 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定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腾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破图不是美术,食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到,图还是我画得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饰演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下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 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地。 这回腾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 很高兴地,人用了极有异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 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集的学生会干事到我狱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捡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捡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 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毁吧!"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吧,但经托尔斯泰心境引用过的。 其实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手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驯,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律师说上年解剖学诗演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莫为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集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莫一句是:"请全数道会误漏为要!" 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 这回才误出那字也在击刺我了,由言我得了教员漏洩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急责干事托词检查的无礼。 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结末时,我便将这托尔赛事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天交梅俊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赢几片时事的骗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 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 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 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很有用的。 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欺然,便说了一个未安他的谎话。 唯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他叹息说。 江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西别,还说希望江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视直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 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 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要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 在我所认为我失的之中,他是最是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性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 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定成三后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香,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一失在内了。 择承运送局去找寻,既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玉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一阳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证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极的文字。 10月12日 藤野先生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经提供 鲁迅散文集 《朝花西时》 《范艾农》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地一起来就看报。 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独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 一天早晨,劈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鸣被Jo Shiki Rain刺杀,刺客旧情。 大家一争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 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 这是徐希林,她留学回国之后,在座安徽后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她将被急刑,家族将被连累。 不久,邱锦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希林是被挖了心,给恩明的清兵吵食尽尽。 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穿资。 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死乌贼于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城去接徐伯孙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调劣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 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 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顿挚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皮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 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 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着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 认识的人告诉我,他叫范艾农,是徐伯孙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 于是便兼职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 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 其次要推出人来理电稿。 何必推举呢? 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喽。 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 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 于是又争起来。 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 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你搞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 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 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 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 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吧,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 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哦,你是范爱农。 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的,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 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 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 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 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 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 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 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 于是,我们便喝酒。 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 我们最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风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 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义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 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吗? 怎么不知道? 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紫英和你吗? 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吗?"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 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 那时是紫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 契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睡棺上去候查检。 官吏在异乡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弓示,拿着仔细地看。 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 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 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座之后,急需上火车。 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 假要已坐在这位上,已要丙去坐,一让位中,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可跌倒了三四个。 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 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 然而那群雍容一让的人物中,就有范艾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 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 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拥戴着匪行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 而我都忙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 徐伯孙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路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哪一回。 让坐时喧闹,检查是幽静,一定是在睡棺上的那一回了,是问艾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 他瞪着他多白了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他去。 到东出,我们的景况更解决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 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 第二天艾农就上城来,带着农夫常用的沾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 然而貌虽如此,那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身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前店掌柜是军界司长。 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 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贤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 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 艾农做兼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功夫谈闲天。 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的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 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紫英先生,一个是德卿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绝不退却的。 我答应他了。 两天后便看见初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箭报,开手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的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榨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 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定住我不要再出去。 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 他虽然陆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 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 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艾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 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只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 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 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启会议来。 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 决议曰,收。 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 决议曰,骂。 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 都是真的。 略输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 这点事故是早已知道的。 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继佛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 艾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 你快去吧。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绝技往南京。 先到都督府去辞职。 自然照准。 派来了一个脱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脚又两桶元,不是校长了。 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立成。 报寡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 紫英在乡下,没有事。 德卿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 他大怒了。 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 怪他不得。 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商,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 宣传军政府的横报。 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商缩小到几乎等于无。 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风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一到北京的时候,艾农的学间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艾农。 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 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计时,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 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漂浮。 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一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伏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一心这消息并不缺,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 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其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九人。 大环游冥定,危罪和沉沦。 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酒棚云散尽,余意等清晨。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 艾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 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 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轻的人了。 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悬上去小解。 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 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灵档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移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挤一点钱做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征这笔款的保管权。 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 躺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吧。 十一月十八日 范艾农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津提供。 鲁迅散文集《招花西石》后继 此次LibriVox录音由公众所有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抬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胡子,应作马胡子,是指马书谋,而且以他为胡人。 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户,是书谋之名,见唐人李基翁作的姿霞旗卷下,提云非马胡。 原文如此。 俗不应而约,马胡来,不知其原者,以为多然之神而厌赐者,非也。 随将军麻胡,信酷略,杨帝另开辩和,威能即胜,致志同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胡来。 志同语不振,转户为胡。 指如县宗朝精将好评,藩中皆未淡,齐国婴儿提者,以平不知则之。 又五宗朝,屡言还如香携云,薛颖来,贤类此也,况未至在张文远聊来之名正乎。 原著,麻胡庙在居阳,陆访节度李胚及其后,胚为重见碑。 原来,我的实践,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原者相同,以基于千载之前,正是旧有应得,只好苦笑。 但又不知麻胡庙碑或碑文,现在尚在巨阳,或存于方志中否。 躺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在相反的他的工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军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 如光绪姬卯,1879,苏州胡文炳做的《二百席校图》。 原书有注云,席读如席。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支撑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 我所反对的郭聚埋儿,他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 续有云。 方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聚埋儿一事,馈之天理人情,孰不可以训。 并切不自量,枉为编辑,凡较网过正而刻意求名者,盖从割爱。 伪则其事之不轨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苏州胡老先生的勇爵,尾时令我佩服了。 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 如同志十一年,1872,课的《百校图》,前由既长正积蓄,就说:"旷,而来世风日下,烟习焦离,不知校出天性自然,凡以校作灵。 并成一事。 且则古人头颅埋耳为忍心害理,之歌谷抽肠,为损轻遗体。 孰为审孝,孝只在乎心,不在乎忌,敬孝无定行,行孝无定事。 古之孝者非在今所疑,今之孝者难离古之事。 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敬孝之心,则亦也。 子下曰:「是父母能劫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志年间,就有人以埋耳等事为忍心害理,浊然可知。 至于这一位纪长振姬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这部《百孝图》的起源有点特别,是因为见了月东颜子的白美心勇而作的。 人重色而己重孝,未道之盛心可谓质疑。 虽然是会计于宝珍兰普编辑,与不令有同乡之意,但我还值得老实说,不大高明。 例如木兰从军的初点,他注云随时。 这样明目的书,现今是没有的。 躺是随书,那里面又没有木兰从军的事。 而中华民国九年,一九二零,上海的书店却偏偏将它用十印翻印了,书名的前后各添了两个字,男女百孝图全传。 第一页上还有一行小字道,家庭教育的好模范,又加了一篇无下大错网顶紧实的序,开首先发同志年间继长振姬先生一流的感慨。 凯自欧化东剑,海内成学之事,笑笑然耻谈自由平等之说,只道德日旧伦续,人心日益交离,寡连贤齿,无所不为,侥幸行险,仁思幸尽,求所谓齿利连语,树身自爱者,使不多赌焉。 岂观思事之忍心害理,即全如陈书宝之无形干,长此滔滔,以何敌止。 其实,陈书宝模糊到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 这是有几个人以凭郭聚埋儿和李娥头颅的事的。 至于人心,有几点却也似乎正在交离起来。 自从男女之秘密,男女交合心论出现后,上海就很有些书名喜欢用男女而自灌手,现在是连以震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上也加上了。 这大概未应不满于百美心用而娇笑的会计于宝珍兰普先生所不极料的吧。 从说百形之先的笑而忽然拉到男女上去,仿佛也近乎不庄重。 焦离! 但我总还想趁便说几句,自然竭力来减审。 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百形之先,我敢说,也未必就不想到男女上去的。 太平无事,闲人很多,偶有杀身成人舍生取义的,本人也许忙得不暇检点,而活着的旁观者总会加以绵密地研究。 曹娥的头将密封,淹死后报复失出,是宰在镇时,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一个豹子却发生过问题。 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 死了的曹娥和他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扶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轻姑娘抱着这么多。 一个老头子。 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扶起来,这回是背对背地扶着。 好! 在李毅之邦里,连一个年幼五虎儿年十四而已,得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扶出,也有这么艰难。 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齐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 但无有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一八九二,却正是两师一同扶出的这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如第一图的上方。 我想,她大约也知道我所听到的那故事的。 还有后二十四孝图说,也是无有如画,也有曹娥,则化作正在头江的情状,如第一图下。 据我现今所见的娇孝的图说而言,古今颇有许多欲道、欲虎、欲火、欲风的孝子,那应付的方法,十之九,是哭和败。 中国的哭和败,什么时候才完呢? 至于画法,我以为最简古的倒要算日本的小田海鲜本,这本子早已映入典时斋从画里,变成国货,很容易入手的了。 吴有如画得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依的。 他久居上海的租借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做恶包虐计,牛蒙拆烧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 但音响书不佳,近来许多小说和儿童读物的插画中,往往将一切女性画成妓女一样,一切孩童都画得像一个小流氓,大半就因为太看了他的画本的缘故。 而孝子的事迹也比较得更难画,因为总是残苦得多。 譬如,郭聚埋儿,无论如何总难以画到引得孩子眉飞色舞,自愿躺到坑里去。 还有长份心忧,也不容易引人入圣。 还有老来子的细彩余青,提诗上虽说喜色满亭尾,而图画上却绝少有有趣的家庭的气息。 我现在选取了三种不同的标本,合成第二图。 上方的是百孝图中的一部分,《陈村和云梯》画的,画的是《取水上堂,乍跌卧地,做婴儿提》这一段,也带出双清开口笑来。 中间的一小块,是我从直北李希同画的《二十四孝图诗和坎》上描下来的。 画的是《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细于青色》这一段。 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细这三个字的点题。 但大约李先生觉得一个高大的老头子玩这样的把戏究竟不像样,将他的身子竭力收缩,画成一个有胡子的小孩子了。 然而仍然无趣。 至于线的错误和缺少,那是不能怪作者的,也不能埋怨我,只能去骂客公。 查着客公当前卿同志十二年一八七三,盛读山房课本,无画人姓名,但是双料画法,一面乍跌卧地,一面唯婴儿戏,将两件事合起来,而将斑斓之衣忘却了。 无有如画的一本,也和两世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来子比较的胖一些,且弯着双压计。 不过还是无趣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 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恋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限,也容易变为肉麻。 老来子的做太的图,正无怪谁也画不好。 像这些图画上似的家庭里,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 你看,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爷,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孤董。 汉朝人在宫殿和目前的时事里,多喜欢绘画和雕刻古来的帝王、孔子弟子、烈士、烈女、孝子之类的图。 宫殿当然遗传不存了,时事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士时事。 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来子的故事。 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拓本,也没有精实脆编,不能查考了,否则将现实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关于老来子的,摆孝图上还有这样的一段。 来子又有弄除于亲之事,常弄除于双亲之策,欲亲之喜。 原著《高氏传》。 谁做的高氏传呢? 姬康的,还是黄埔秘的。 也还是手头没有书,无从查考。 只在新晋因为白得了一个月的薪水,这才发痕买来的太平预览上查了一通,到底查不着。 唐不是我粗心,那就是出于别的唐宋人的类书里的了。 但这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我所觉得特别的,是文中的那厨子。 我想,这厨未必一定是小禽鸟,还这么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厨。 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来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 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杨娜娜或倪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除,后来终觉,便只残存于日本了。 但这不过是我一时的意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这弄除的事,似乎也还没有画过图。 我所搜集的另一批,是内有无常的画像的书籍。 一曰《玉力超传警示》或《无下儿子》。 一曰《玉力至宝钞》或《作编》。 其实是两种都差不多的。 关于搜集的事,我首先仍要感谢常维军雄。 他寄给我北京龙光斋本,又建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又十应菊本,南京李光明庄本。 其次是张毛成兄,给我杭州玛瑶金房本,烧星徐广记本,最近十应本。 又其次是我自己,得到广州宝金阁本,又汉原楼本。 这些玉力,有反简两种,是和我的前言相符的。 但我调查了一切无常的画像之后,却恐慌起来了。 因为书上的活无常,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的,却是死有份。 虽然面貌有凶恶和和善之别,脚下有草鞋和布鞋之书,也不过话供偶然的随便,而最观紧要的题字,则全体一致,约死有份。 呜呼,这明明是专在和我为难。 然而我还不能心服,一者因为这些书都不是我幼小时候所见的那一部,二者因为我还确信我的记忆并没有错。 不过,私下一页来做插画的企图,却被无声无臭地打得粉碎了。 只得选取标本各一,南京本的死有份和广州本的活无常之外,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木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来赛则,如第三图上方。 好在我并非画家,虽然太不高明,读者也许不至于称责吧。 先前想不到后来,曾经对于吴有如前辈颇说过几句稀巧话,不料曾几何时,急需自己出丑了。 现在就预先辩解几句,在这里存案。 但是,如果无效,那也只好只抄徐、应世昌大总统的哲学,听其自然。 还有不能心服的事,是我觉得,虽是宣传玉利的诸公,与阴间的事情,其实也不大了然。 例如一个人出死时的情状,那图像就分成两派。 一派是指来一位手指钢叉的鬼族,叫做勾魂使者,此外什么都没有。 一派是一个马面,两个无常,杨无常和英无常,而并非活无常和私有份。 倘说,那两个就是活无常和私有份吧,则和单个的画像又不一致。 如第四图版上的A,杨无常和常是花袍纱帽,只有英无常却和单画的私有份颇相像的,但也放下算盘,拿了扇。 这还可以说大约因为其实是夏天,然而怎么又长了那么长的落腮胡子了呢? 难道夏天十亿多,他竟忙得连修瓜的功夫都没有了吗? 这图的来源是天津思过斋的本子,合并申名,还有北京和广州本上的,也相差无几。 B是从南京的李光明庄课本上取来的,图画和A相同,而题字则正相反了。 天津本只为英无常者,他却倒是杨无常,但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 那么,唐有一个素衣高帽的东西,不问他胡子之有无。 北京人、天津人、广州人只管去称为英无常或死有份的,我和南京人则叫他活无常。 各随自己的便吧。 明着,十之兵也,不管什么紧要的。 不过,我还要添上一点C图,是《绍兴徐广记》课本中的一部分,上面并无题字。 我幼小时常常走过徐广记的门前,也闲看他们课图画,是专爱用弧线和直线,不大肯做曲线的。 所以,无常先生的真相,在这里也难以判然。 只是他身边另有一个小高帽,却还能分明看出,为别的本子上所无。 这就是我所说过的,他在赛会时候出现的阿灵。 他连办公时间也带着儿子走,我想,大概是在叫他跟随学习,预备长大之后,可以无改于妇之道的。 除勾设人魂外,十殿阎罗王中,第四殿,五官王的暗桌旁边,也十九站着一个高帽角色,如地图。 一取自天津的思过斋本,模样颇漂亮。 二是南京本,舌头脱出来了,不知何故。 三是广州的宝金阁本,扇子破了。 四是北京龙光斋本,无扇,下巴之下一条黑,我看不透它是胡子还是舌头。 五是天津石印局本,也颇漂亮,然而站到第七殿泰山王的公案桌边去了,这是很特别的。 有老虎是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角色,拿着纸扇子暗地里在指挥。 不知道这也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娼鬼。 但我乡细纹上的娼鬼都不戴高帽子。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阵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 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身为学者。 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观念。 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丽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份,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 人将死时,本只需死有份来到。 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入名,帮办公事的角色。 因为他帮同勾魂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 又以其本事生魂也,则别之曰杨,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 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杨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临鬼族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入名的杨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份了。 做木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岛起,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其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 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额下去。 所以南京人和我这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份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继,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 那一点本文或作或绰的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继也或作或绰的几乎做了两个月。 天热如此,汗流浃背,诗意不可以一呼,缘为节。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低玉楼之西窗下。 后继结束。 此次录音由李京提供。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时》全书录完。